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5.0% 虽然二季度低于预期只增长了4.7% 但半年成绩还是不错的 由于去年上半年的同比增速高于下半年 今年全年实现5%左右的增长应该能够做到 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大周期里 保持稳定支持全社会运转 这是国家战略稳健的根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提振社会信心 促进投资与消费的活跃 老胡在基层感受到 有三个方面需要实现突破 一是要把就业真正拉起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如今大学生毕业工作难找 尤其是薪水比较高的工作难找 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 或者成为人们对现实的普遍认知 另外涨工资消息比较多的行业和地区 可以说少之又少 降工资的消息传得更多 工作难找收入停止或者下降 如果这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预期 则大家必然无紧钱袋 消费降级 在相互影响中形成收缩的氛围和心理 这种情况必须打破 二是要鼓励民间投资 为此要活跃整个社会的气氛 增加民营资本的信心 这两年国家为保护民营资本 切实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做了大量工作 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呢 部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还是信心不足 除了担心市场行情 他们还担心政策不稳定 而后一种担心与一些地方政府全力扩大 做事喜欢依赖行政杠杆 随意性比较大 有关 因此呢 强化法治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是让民营企业家安心的最根本办法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的基本方略之一 接下来我们应当限制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使用 促进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治理 这是消除民营经济不确定感的根本之策 三是要改善网上的舆论氛围 抑制极端声音对现实各种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冲击 一些声音呢 反对一件事 设施的地方和机构就害怕了 并且呢 做出妥协 相关投资就打了水漂 这也是投资界担心政策变化的因素之一 激进舆论对社会广泛经济信心的这种负面影响 不容低估 必须看到啊 我们的经济底盘是好的 潜力确实是巨大的 动力呢 也是可以不断更新壮大的 各地应该锚定经济发展这个重要大目标 勇于开拓和担当 怎么样有力拉动就业 促进民营资本投资就这么做 怎么样有利于提升大家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就这么做 中国经济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今天召开了 它的主题就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因而呢 万众瞩目 中国不仅能够完成今年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长目标 而且呢 我们的中长期发展也一定会在克服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啊 不断实现强劲 中国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我们大家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出力奋发 砥砺前行